以巴冲突升级 最近消息要大人来看 为了展现力挺以色列自卫 那么德国总理肖茲在台湾时间周围抵达了以色列 成为第一位造访以色列的外国元首 而他和以国高层的会谈中讨论到了安全局势 还有防止冲突升级到更多的地区 以及组织人道主义援助等问题 而肖茲在访问以色列之后呢 要准备前往埃及 不过在以色列机场时还遇到了空袭警报响 只好紧急登机 好 现在以色列可以说是草木皆兵 黎巴嫩边境出现了四名企图潜入以色列的恐怖分子 这些人想要越过安全围栏并且安装爆炸装置 那么以色列已经把四人全数击毙了 那么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也同步指控 以色列朝黎巴嫩边境地区开火 使用零弹造成多人伤亡